两名人民协会职员和两名承包商 涉嫌会遭同但彼尼天地发展项目有关的采购文件 今天被控上法庭 这四名涉案男子年龄介于42岁到67岁 67岁的嫌犯在2017年10月到2019年6月之间 担任一家公司的设施经理 警方文告指出 这家公司当时是人血委托的小型建筑工程的承包商 他涉嫌缩使承包商的工作人员伪造18份报价单 企图欺骗人血相信自己公司的报价 是人血要求的三份报价当中价格最低的一份 另两名男子则是人血的设施管理副处长和高级设施管理经理 还有一名男子事发时是人血委托代理的职员 三名嫌犯在2020年12月到2021年2月期间 也涉嫌在淡编尼天地项目进行审计期间 串谋向审计长办公室提供了142份修改过 并将日期往前回溯后补发的采购文件